细晶圆强棒 红海家族烫 散热也直吻哦 台湿科合金赞 泰硕双红红 来拿东风 想要知道后面还有什么好股票 欢迎加入我赖爱滴 小老鼠LOVE2317 让我告诉你 还有YouTube频道哦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热线乾隆 热线你和我 我是紫棋 我是滑冠头顾吴关龙 我是台湾大陆都有 合格征兆的专业操作 证券分析师 好再次跟全国观众朋友们 呼吁热线乾隆节目 每周一至周五 晚间六点至六点三十分 准时在东森财经网络频道 与您相见哦 请大家要持续的锁定 回过头来关心 今天台股的走势 我们看到呢 今天台股开盘呢 是重挫了白点 而且呢 是灌破了17832季线的支撑点 这是继去年11月1号以来 首度在盘中失守季线的关卡 究竟呢 今天盘中的状况到底如何呢 我们请观众老师来做深入的剖析 好谢谢紫棋 今天盘其实有几个重点 亮点 我们直接看到电脑的线图 直接口述了 比较强势的有谁有细晶元 也有散热模组 也有鸿海家族 其实严格讲起来有很多股票 在今天纷纷窜出头来 当英雄好汉 这个时间 11点58分 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位置点位17922上涨23点 成交量拉到1934亿元 什么意思 快要到2000亿了 所以是不是有量有价的红棒 我们要跟前一天 也就是上个礼拜无比 才能够知道量有没有增加 不过至少你看到说量快2000亿 又是开低走高 心情至少舒坦一点 目前涨幅前几名油电燃气1% 半导体1% 橡胶电子 这是涨幅的前几强 跌幅前几名贸易百货跌快4个百分点 玻璃陶瓷跌快3% 光电跟钢铁都跌了1.5% 这是跌幅的前几名 所以看起来走势还蛮分歧的 强度在电子 那传产部分是比较弱势的 直接看到大盘的K棒的形态 因为这个叫 有长下影线的破底翻 那重点是看到成交量这个时钟 已经快要到上礼拜五的这个 五分之三了 等于说如果成交量再多一点 确实有机会怎么样 成交量越过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大跌 你知道大跌什么情况 跟大家补充说明 我很少补充这个 可是还是要讲一下 上个礼拜五外资大卖400亿 这是蛮大的卖超 散户融资予而昨天 上个礼拜五减少36亿 这个也是蛮大的减肥 所以今天这个破底的形态 呈现有量有价 看起来乍看是漂亮的 目前大盘就是在平盘附近 那么来看看OTC的走势 OTC也是有长下影线 不过OTC现在是在小跌 但至少有长下影线 都是好市一桩 以上是盘市初步分析 好刚刚官老师有提到 今天上市上柜都出现了 蛮长的下影线 而且上市上柜的指数 都创下今年来的新低 也就是俗称的破底翻 但是官老师很多投资朋友们 都想要问一下 最近今天这个状况 到底是不是买点呢 破底翻 其实要看很多情况 破底翻其实有的人会众说分 你说破底有时候只是怎么样 是不是回光的反照 因为你看到KD指标 还是往下弯的 外资这么大的卖超 好要跟大家讲一个情况 你以为每年过年前 如果是用力拉一波的话 过年的前三天至少前两天 卖压会涌现 不过你仔细看 整个过年从1月1号到今天 1月24号的 没有什么高点可以给大家卖股票 所以讲白话一点 过年前因为卖压太大了 在上个礼拜五之前 通通释放完毕了 所以剩下这最后三天 反而是怎么样 反而是法人 可以考虑布局的时机 要知道三大法人的外资 在去年跟前年是大卖台股的 去年虽然把钱投入台湾 但是去年的钱 并没有买进台股 今年从1月1号 我们举上市为例就好了 上跪跌更惨 OTC指数 从1月1号到上礼拜五为止 到今天为止的低点 差了10个百分点 个股差了20% 甚至30% 等于说你把股价压低低的 外资手上满手现金 这就是个好布局的时间点 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好 回过头来关心指标股台积电 今天台积电开在639 是呈现开低翻红的情况 有一根红棒 而且外资连卖4天 股价是不是呈现了抗跌的力道呢 光老师 台积电当然很重要 台积电在创下今年新高 到历史高点的时候 那是上个礼拜的某一天的高点 那天的高点 我们念那个数字给大家听 它叫做688 然后最低点打到多少 达到637 637跟今天低点平手 你看688到637 差多少点 51块钱 51块钱其实已经8%多 将近9个百分点了 这种股票跌8%多将近9% 很多股票指数 上市上跪是跌得稀哩花啦的 可是台积电今天却呈现一个红棒 这个红棒有重要性 因为第一个 它是碰到月线支撑的红棒 加全都破了所有均线了 OTC也破了很多均线了 可是没有台积电 却还在月线边边游走 没有往下跌到季线来 所以台积电很明显比大盘要强 所以当它有支撑抗衡力道 不怕说过去4天外资是卖超的 今天这个红棒就相对的重要 今天大盘要设法收的漂亮 台积电绝对更加重要 好 持续在关注的是红海 红海今天表现相当的亮眼 可以看到它的外资连迈了6天 有一根红棒 而且昨天红海举办了线上尾牙 董事长刘洋伟公开的表示 红海现在呈现的是华丽的转型 而且预估第一季会带来很美好的荣景 其实第一季本来就是传统的一个淡季 可是刘董讲的话看起来是蛮正面看待的 所以说红海其实本来就是我很看重的公司 我的赖爱滴小老鼠 LOVE2317 大家就听懂什么意思了 那么今天看到红海的走势 不是只有红海强 有一个国塑表现也不错 红海自己本身表现也是不错 因为它整个外资连续卖 在本月份的外资的卖超 是创下去年10月份以来最大的卖超 结果股价却是在今天呈现开低走高的红棒 讲白话一点 今天只要愿意开低走高 愿意有红棒 都是英雄好汉 是 另外今天还有一个族群 也是真的值得关注的 就是矽晶元 包括我们看到合金 台胜哥 环球晶 表现也都相当的不错 其实矽晶元本来就是对OTC很重要 OTC要涨 这个有几个族群很重要 就是生计医疗 这个矽晶元 然后还有PA功率放大器 还有这个一些族群 中小股票的族群 可是你看到矽晶元的强度 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我们举台胜科为例 它是横向整理 中美金是往下走 环球金也是往下走 合金也是往下走 如果依照我的东风战法来看待的话 比较像的 像是口袋名单的 其实台胜科有稍稍符合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个 这个上面K棒均线纠结 底下成交量缩 反而买超多空未明 勉强比较像的就是台胜科 其他支其实还没有完全的符合 东风战法的名单 所以你要解读说 今天只是一日的反弹 你可以这样解读 不过运用我的东风战法 就会容易找到说怎么样 这个真正有强度的股票 至少刚刚也简单的提醒一下 台胜科暂时有符合 至于汉磊的目前看起来也还没符合 所以说欢迎各位投资朋友们做一个动作 今天看到节目的投资朋友们 这是今日算是封关前 也算是今年的这个农历年前的 最后一天的索取 因为讲白话一点 明天 后天过后 就放假去了 如果让大家明后天索取 你整个过年放假 你也不能买 也没益处 没帮助 所以这个资料给大家索取到怎么样 就今天而已 明天后天没了 所以说今天是礼拜一 1月24号看到节目的人 赶快来索取东风口袋名单 两个索取方式 第一个 到小老鼠LOVE2317留言 打9个关键字 要索取东风口袋名单 第二招 直接拨打0266303257 直接索取也是一个方式 是真的再次呼吁所有的投资朋友们要把握今天的时间 来索取这个东风的口袋名单 老师就是借着这个东风的战法 让大家能够在股市当中顺利的得胜 其实市场就是这么一回事 上个礼拜 紫棋记不记得我上个礼拜的标题 我跟大家有一张字卡 这是上个礼拜的标题 应该大家都还记得这是什么东西吧 寒急避暖叫大寒 什么叫大寒 就是一个节气 24节气当中的大寒节气 没错 它是第24个节气 那下一个节气就是第一号的节气叫立春 大寒就是冬天 立春就是春天 所以说立春就是国立的2月4号 那大寒已经过去了 至少前两天过去了 所以说寒急避暖 这个是事实 尤其股市 你看最近有没有寒急 不是那个番薯那个寒急 是真的很冷很冷 你看在股市 我们再讲白话一点 我刚刚解释破底番了 它真的就破底 2022年这个今天上市上柜 同步在今天破底 可是同步收一个长下影线 台积电鸿海 同步开低走高收红棒 如果你还看不懂这个盘式的话 代表你的看盘逻辑 跟你的专业还不到家 所以一定要跟随专业一起前进 才是王道 是 观众老师我们看到 再过两天就要封关了 其实这个时间真的是 剩下的不多了 那在这个最后的这个封关前的倒数 有没有什么值得要注意的地方 要再次跟我们的投资朋友们 来这个警戒一下 提醒一下 好的 说警戒说提醒 其实老实讲 这个时候 无需警戒 无需提醒 我真的 我每年过年 我都会做一个动作 不管手上部位的多寡 我都会在封关前两天会卖一半 就只有今年过年我不做这个动作 为什么 要看环境 要看相对位置 他如果今天跟你是很这个很高高高 股价在高高的 我讲这样的动作就是一个明哲保身之道 可是反过来 股价在今年的今天周一 封关的前三天 盘中创下今年低点 这个时候再叫你说 卖一半那些东西 老实讲 万一明天后天 甚至整个过完年之后 大涨特涨 你就会后悔说 为什么要砍部位 我不做这种事情 我们在操作 是绝对是就事论事 有危险 讲危险 有机会讲机会 讲危险 上次卖出航运股票 远雄港跟长荣海运卖完之后 结果到今天低点 分别是跌16%跟18%不等 我们会不会卖股票 我们会卖股票 我们卖完之后 长荣海跟远雄港 四维行 四维行跟长荣海 分别跌16%跟18%不等 所以说当我决定不卖股票的时候 一定有我的原因 大家一定要紧紧跟随我的脚步 才会一起前进 好我们看到封关前的倒数师 剩下两个交易日 呼吁投资朋友们 在这个时候 真的赶快来加入 关龙老师的LINE 小老鼠LOV2317 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紧急的 来拨打电话 0266303257 你会得到更多 在股市当中的一些启示 谢谢大家 是 那么现在目前时间是 中午的12点09分 好 接下来盘中的状况又会如何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持续回到热线乾隆的节目现场 请加入关龙老师的LINE 小老鼠LOVE2317 以及热线乾隆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欢迎回到热线乾隆的节目现场 目前时间是中午的12点15分 盘中有没有出现最新的变化呢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散热模组 这个族群也是有强度的 关龙老师 散热模组其实在上个礼拜跟大家提醒了 包括我在外面的连线也有跟大家做提醒跟提示 当然有几档股票有符合东风战法 今天有几档股票有强度 我举例像这个 你看到这个3338Ti 今天表现就不错 守在季线之上 然后再看看说这个3324的双红 刚刚一度有在盘上 我们看看现在的情况 有没有还是利手这个均线呢 也在盘上 所以说散热模组今天表现不错 所以说我就有讲过 寒急避暖这个点 所以今天有很多股票 就呈现它温暖的样貌给大家看到 是 可是我们看到 像老师之前就有提到 元宇宙 元宇宙一直没有带大家来做布局 而且最近的表现好像也不是太好 这是不是就是老师的东风战法奏效了 老师的东风战法呈现的可贵之处 带大家避开一些风险 对 东风战法也很多时候就是 抓到东风掌握先锋 抓住先锋容易升空 我们看看很多元宇宙股票 包括像建达 名字叫跟建达出息蛋一样叫建达 那这个中环 立位你看建达跌快4% 中环跟立位跌快7% 大盘不是翻红了吗 结果他们却是这么惨烈 也包含像耀登这个是 这个低轨卫星概念股票 位数是元宇宙概念股票 所以这一波确实我没有特别去买元宇宙股票 因为我的东风战法没有把它列入口袋名单当中 这个地方不是我自卖自夸 我的东风战法口袋名单 都是尽量挑有符合逻辑的 不一定它是很大支 或者是股本很大 或者是很高价股票 可是当符合我的东风战法的逻辑 之前创造的表现就很漂亮 像之前的光洁就这样喷出去 有很多电子股票就这样转墙 包括像金鼎 法音轩就这样喷出去 所以说符合东风战法才是相当重要的 今天给大家看到节目的时候 是1月24号 你来索取今天是最后一天 明天周二跟周三就不给大家索取了 用两个方式索取 小老鼠LOVE2317去打九个字 要索取东风口袋名单 这个是方法一 0266303257电话拨通 这个是方法二 这两个方法来索取这个资料 你得到之后就会发现说 老师为什么能够避开 像元宇宙这样的股票 就绝对是有原因的 是老师一再讲到 这个大寒节气过后 寒急避暖必有一春 老师那怎么办 有些投资人还是很忧伤 这时候有没有什么话 要来勉励他们的 勉励大家是不是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分析师 我们是心理医师 那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些 心理方面的一个帮助 因为你要输赢 在市场里头输赢 其实不只是金钱问题 你的技术也很重要 那最后一个东西 比金钱跟技术更重要的 是你的心理素质条件 就你的内心一定要比一般人强大 不然你不用来操作 不会赢 给大家几张字卡 跟大家分享我一些心得 第一张字卡 应该大家都见过这个卡通 这个卡通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个文字 有时候喜欢的不一定是最适合自己的 而真正适合你的 又不一定是你最深爱的 什么意思 洪志先看 去年的8月份那时候的航运 整个崩跌下跌到这个10月份 两个月直接腰斩 你是不是喜欢他 喜欢啊 当初买的时候灯光美 气氛加 基本面好 消息面多么迷人 你却回忆起过去 去年上半年 涨到8月份 很多环境股票是5倍 甚至8倍的涨幅 所以说到下半年时 突然间腰斩 你认住了 那你喜不喜欢他 超喜欢他 可他适合你吗 不见得 可是反之你今天来找我的人 我给你的股票 就不会是像那样的股票了 也不会像最近跌很凶的 元宇宙那样的股票了 那这些股票不一定你深爱 那只是我挑选好 我应用东风战法的逻辑 挑到的优质标的 符合会 可以抓住东风 掌握先锋的逻辑的股票 可是这些股票是适合你的 可是你不一定会深爱他 但是没关系 重点是运用专业找到好股票 才是王道 是 老师有时候 这个股市里头 就很像在谈恋爱一样 像刚刚你讲的这两句 还有有时候真的 不要太执着 对不对 不能死心眼 就像有一些投资朋友 可能如果被套牢的时候 也不能够一直死报活报 对其实就像这个话 这是补充刚刚那张图片 这是第二张图片 奋斗的路很宽也不拥挤 安逸的路很窄而且很拥挤 这个话 其实我又要举航运做例子 但是我不是要批评航运 但是业界应该没有几个人 有资格一直跟航运绑在一起 跟大家解释说明 我骂 去年8月份 那时候的万海残荣 衙民腰斩跌下来 我没有买 但是跌到低点时 残荣航运我买到94.5 然后最近高点卖在140.5 刚刚看了一下 他现在115 140.5到115 差几% 差17% 所以卖掉之后跌17% 我有资格讲航运 我赚了49% 潇洒出场 我有资格讲航运 但是我不是要批评他 我只是提醒说 对啦 现在你还死爆 火爆航运的投资朋友们 我在10天20天前 提醒我卖光了 你可能还在怀疑 因为那个叫安逸的路 他们年终奖金给的多 他们基本面好 塞港问题迟迟没解决 他们公司高层一直出来讲说 赚钱赚钱赚钱 你不会心存怀疑的 这个叫安逸的路 但是很多人去怎么样 去拥挤 对航运没问题 对不对没问题 不管看东看西看左看右 上看下看十面八方都看 看不出瑕疵啊 那不好意思 我就选择的是很宽的路嘛 我们去做别的股票啊 也不拥挤 也不拥挤啊 有很多好股票 何必说你一定要去挤这个勒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们 专业的东西专业的价值 就在这个地方展现表露无遗哦 是老师的专业价值就在这边可以做出一个差异 就像老师刚提到航运的部分嘛 不仅是这个长龙海 四维航对不对 对 还有远雄港 一档又一档呢 都做出了这个成绩还有证明哦 对 这些股票市场我提醒大家哦 我不用天天秀我的绩效表 我能够创造多少绩效 可是你要问问的是 老师帮你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接受帮助 这张字卡我用了一天吗 我用了20天以上 我卖在140.5的时候跟大家提醒的时候 你大家会觉得说 老师你在耶诞节卖掉 1月上旬让所有人知道 因为我卖掉之后没几天让大家知道 那是不是善意 是呗 因为你看嘛 24号嘛 12月24号 今天1月24号 都会有一个月 问题是一个月长龙海运 你没有在140.5卖掉的人 今天115差了17% 17%是以现股买的哦 融资是差了30几% 赔了30几% 那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你也好难过 可是问题是不是这样子 我希望大家珍惜一件事情 我再次用一张字卡 就是跟刚刚那两张字卡 算是一起的字卡 跟大家讲一个点 这是散户经常自己 害自己绑自己 这个散户之死 这是一个戏虐的形容词 不要讲那么严肃 散户跟上帝讲说 散户是纯洁的可以上天堂 人数太多名额已满 他就跟天堂里的散户讲话 他说听说地狱里头股市会上涨500% 结果天堂的人通通跳到地狱去了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说那边有机会 结果没想到这个以而传而的散户 他听到之后他说 他不想进天堂 他也去地狱看一看 因为他在传达假消息的时候 传来传去 连他自己都信了 这个叫散户 所以散户很多时候是 被假消息包围的团团转 到最后真假难辨了 明明是他帮忙人家传话传来传去 好像也变成真的了 所以这是个细虐的照片图片 不是要靠谁散户说 你们很笨很傻很呆很白痴 不是的 这样提醒大家 市场上就是有这么多事情 能够来影响大家的五官判断跟思维 所以散户才会容易输钱 这一点我替大家感到非常之可惜 是老师绝对不是要告诉大家 散户很傻很笨 而是很珍惜这些散户 很爱护这些散户 所以每天苦口婆心的 一再的一再的提醒 告诉大家在股市当中要注意的 还有一再的告诉大家 东风战法的可贵性 东风战法其实就是 我们跟大家讲 我是怎么样研究出来 其实抓住东风直接升空 这是一句口号 可是真正重点是买便宜胜过零股息 可是不能够说真的一路往下跌时 一路去买 当一路往下跌时 当它指稳之后 开始呈现几个样貌 第一个上面的均线纠结 第二个下面的法人买卖超是多空未明 就是忽多忽空 最重要第三个重点 它的成交量是萎缩的 有一句名言 无量放空口袋空空 我只是把这个东西套在东风战法其中里头 所以我的东风战法口袋名单 一定符合三个条件 第一个上面均线纠结 第二个下面法人怎么样 多空未明 最重要是成交量要萎缩 通通符合之后我就写入东风口袋名单 也就是在近期给大家索取 那到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大家欢迎来索取这个东风战法的口袋名单 真的 各位投资朋友们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任何的一些条件 光老师的专业 还有我们的LINE小老鼠LOV2317 以及电话0266303257 全都帮你们准备好了 现在就等大家来加入 那么说到这个东风战法 它是源自于这个历史的三国演绎的精髓 对 其实我最近常在看一些这个三国的剧 蛮好看的 他们很多人都可以当主角 像最近看到一个是对岸的戏 那个以赵云赵子龙当主角 可是大家习惯的是 曹操刘备跟关羽 那关公 但是其实诸葛亮大家也熟悉 他是神机妙算 我觉得说 再比武力 其实严格来讲 以前最强的是曹操 他应该要统一天下 当然最后他也是统一天下 可是也统一很辛苦 为什么 因为有人家用智慧 去阻挡了曹操的动作 所以智慧才是王道 不是说钱多就怎么样 本多宗圣 钱多就可以怎么样 决定股价一切 不完全是这样子 要在对的时机出手 才会借力使力不费力 才会容易赢 所以东风战法就是 我能够找到借力使力的 最佳时机点 也就是good timing 有时候东风来得快的时候 也会有45度角以上的涨幅 我的动作就是 把它列入口袋名单 然后掌握好前端资讯 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的前进 就能够知道什么叫 掌握前端资讯 股票喷出去的快乐了 是东风战法 讲得更浅显易懂的 我们就要讲到 这个老鹰在飞翔 老鹰怎么飞翔 就是遇到了这个气流 它张开翅膀 就可以振翅高飞 如鹰展翅上腾 这是2022年 观众老师要送给所有的投资朋友们最棒的祝福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股票市场当中 很自由很自在的翱翔 如鹰展翅上腾 卖上更高的一劫 其实老鹰的翅膀是强大的 老鹰的翅膀再怎么强大 他也要考虑一件事情 他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扛得住 有的时候我举例像有的人去运动 他其实身体有肉蛮有肉的 他要考虑他膝盖关节或者他的身体能不能承担 老鹰也是 如果翅膀很大 可是他身体更大 不好飞 需要什么需要顺着气流来飞 倘若有一阵风拖着他上去 一阵东风不管东南西北风 一阵风拖着他上去 他只要轻轻拍 他就会飞得更高更远 你可以解读说是蝴蝶效应 可是问题是我的认知是 一定要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才是王道 倘若今天盘不好 你硬要再怎么样 去硬买也买不赢 可是反之现在盘已经跌一段时间了 整理整理 接下来快要上去了 你这时候把股票卖光 就像我今天跟你讲说 我很多年 我都是在风关前会建议大家卖股票 可是这一年就不一样 因为风关前已经先跌了 从1月1号跌到1月24号盘中破低点 上市上跪在1月24号 今天周一盘中破低点呈现破底翻了 这时候再叫大家卖股票 无意义 这么多股票 正要变成东风阵法的口袋名单 正要止稳反弹 一阵风吹过来 立刻就要飞上去 这个时候就是跟我一起前进 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前进 抓住先锋就会掌握东风 掌握东风就会快速升空 是 观看老师可能有些投资朋友们会说 现在风关倒数了 剩下两个交易日对不对 那么在这两个交易日当中 还有没有可能遇到东风 遇到气流呢 其实这么一回事 第一个你还是做一个动作 我觉得这动作还是非做不可 不管说我的资料让大家索取到今天半夜 你也没关系 小老鼠LOVE2317 去点打9个字 要索取东风口袋名单 直接打0266303257 这个电话拨通有个重要性 因为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们 即使我给你口袋名单 你也不见得会按照我的意思来动作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你要摒弃你过去所有的喜欢跟爱 在其他族群里头 你要做的动作就是 知道那些让你赔大钱了 我再次强调去年8月的航运 跌到去年的10月份低点 确实腰斩了 从腰斩再弹上来 我举例你从100变成50 50涨50%只会变成75 可是当初买100的人 在75的时候你不会卖 那不好意思 从75又跌了17%下来 变成58 我所讲的就是航运股票 所以去年8月份到现在所呈现的 就是大概剩下本金的大概不到60% 所以你1000万 现在大概只剩不到600万 大概剩580万而已 你告诉我你能够笑得出来吗 我觉得你一定笑不出来 所以你一定要运用专业的力量 帮助大家在这个地方做资产配置 02-6630-3257 02-6630-3257 欢迎手上有300万以上在股市的投资朋友们 拨打这个专线 这个过年期间照常服务 是要运用观众老师专业的力量 观众老师要在2022年 祝福大家都有双倍在双倍的祝福 今天非常谢谢观众老师精辟的解说及分析 明天同一时间热线乾隆再度跟大家相见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提供参考 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头顾104年精管头顾新资地009号